捕獲野生黑白大廚 出沒西門町 這位是節目上因為瞇瞇眼 像極了卡通人物的米其林 一星主廚金杜潤 曝光的幾段影片照片 他眼睛就像沒睜開 招牌長髮和單眼皮 仍然網友說撞臉亂彈阿翔 而這回快閃來臺是為了牛嘎餅 模仿節目橋段蒙上眼睛 盲測試吃 金杜潤主廚和YouTube金針菇 合體拍片宣傳最愛的 臺灣甜點店 連臺灣美食都沒嘗到 就快閃離臺 不過主廚早就來臺很多回 點名愛吃好友店裡的 香蔥牛嘎餅雪Q餅 也愛臺灣烏魚子 對蘿蔔糕也印象深刻 而黑白大廚節目中 擔任評審的白種員 也超懂吃臺灣美食 剛出爐的麵線舀上滿滿大腸 蚵仔每口都能吃到湯頭味道清甜 這50年的老店可是好吃到 讓白種員大廚覺得碗太小 想再來雙份 光是一碗麵線還不夠 必須要搭配一杯店家線條的 金桔檸檬還有隔壁店家的 皇家香腸 這樣一套組合才是 老湯們口中的最佳 台式下午茶 本來就知名度很高 加上南韓主廚加持 還有觀光客專程來吃 生意更火爆 是古早味的感覺 還有一家味在板橋也是熟悉的 臺灣味 網友發現韓國唯一的三星主廚 安仔成 2018年就來吃過 他還寫下 計程車司機推薦 這碗好吃的大腸麵線是 新北市最棒的 味蕾刁爭的南韓主廚 隨著節目爆紅 也讓過去曾盛讚過的 臺灣小吃再嫌惹度 隨便喜歡江波 也可不可以是台北 怎麼啦